这位同修也是从网络上传来的 法师常在讲阿弥陀金时 提到凡夫往生极乐世界 在四界和五界之内就能成佛 为何世尊在观经里设下下品 在莲花里要满十二大街才花开 这两部经的时间观念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两部经后期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 由仕途三倍九品 那我们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说实在的话 不可能是下下品往生 下下品往生才要十二大街 我们不需要 这个十二大街花开见佛无生 要是跟一般法门来比较 这个时间缩短太多了 你看看其他的法门讲 三大二生七街 你这个十二街 这算什么 那是下下品往生 如果你是下中品 下上品 时间就缩短了 如果是中品往生 我们讲凡圣同居徒 中品往生 上品往生 我们都能做得到 所以中上品往生 我们的计算 大概只要四街到五街 就成佛了 下下品往生 才十二街 你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才知道 这个尽宗法门不可思议 尽宗法门的殊胜 那跟其他通途 八万四千法门 确实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 然后你才会死心塌地 修学这个法门 而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就 为什么呢 这一生把这个机会设掉了 想来世再遇到这个法门 那就很难讲 来世 有 肯定会遇到 不晓得到哪一生 哪一节 你才能遇到 一世人生 万劫难复 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 我这一生就要去 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真的想去 是决定可以埋怨的 是决定可以埋怨的 是决定可以埋怨的